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麦克森摩率的实验 那也讲到这个安斯坦呢 他接受了麦克森摩率的实验结果 所以他做了两个大的假设 这两个大的假设呢 是他整个狭义乡热论推导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如果没有这两个大假设的话 那后面的东西通通是推出来都是错的 反过来的话呢 我们也要去看看这个假设 他可以一个人可以胡说八道 说我假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推了这个条条有理 但是呢他这个基本的假设就是错掉的 OK 所以基本上面呢 爱因斯坦有这两个假设的话 第一个我们已经在上一堂课讲了 就是说第一个假设其实就是加利列转换的结果 那所以呢第一个假设没有什么好到目前为止去质疑他的地方 但是第二个假设呢 但是第二个假设呢 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这个突破呢是 他其实已经把麦克斯摩利的这个实验结果呢 放到他的这个脑袋里面说 如果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都是光相对于地球 然后地球再相对于以太 OK 没有光相对以太的速度 然后以太呢 地球又相对以太的速度 然后这些再去做这个速度的加减 那他说光其实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参考坐标系统 反过来他说光其实在任何的参考坐标系统里面 他的速度都是一样的 并不因为参考坐标系统而有所不同 那这是他的第二个假设 当然第二个假设就引起非常多的科学家觉得就是 爱斯坦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讲光的这个速度的相对性的部分的话 是以前在古典力学里面相对速度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那现在呢你告诉我说光线它的速度都是恒值 不应参考坐标系统而改变 那换句话说 这个第二个假设的部分 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 来去test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那在科学家里面的话 光线相对于任何的这个参考坐标系统 或者是相对于它的光源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都是一个你要去测量它是一个 你可以去测量但是光的速度还蛮大的 那你怎么做呢 在这个实验上面的话呢 它发现双心互绕的时候 那你在双心互绕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星球 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这个心绕到V点的时候 刚好外面的心就是在A点的 OK 在某一个时刻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情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时候 我说 在 因两个星球在负落 它的直心是同一点 那直心是在这个地方 那它在负落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 那你这个负落的情况之下 当在V点跟A点的情况呢 它有光线射出来 射到地球上 OK 那你射到地球上的话 相当于是什么 一个是你想像 一个物体 你在都普勒效应里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声音是在眼里的 对不对 就是以声音来讲 一个是在眼里你 一个是在接近你 那这两个光到地球上来 它其实是什么 它提醒是 它会有一些干扰干涉的部分 那 反过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说真的去看一下 它接近的速度 跟眼里的速度 这两个 你去test一下的时候的话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说 不管是眼离地球的光线过 如果这个接近地球的光线的话呢 它的frequency的部分 就是它随着这个时间的部分的话呢 它都是一样的 它并没有因为 你这个source是在接近 眼离你或者是在接近你 它光的速度是不同 那换句话就是说 你的光线的速度 并不因为这个source 它是在接近你或远离你 而改变它的速度 这是双心腹落 给了这个光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证实 说我们的光 并不因为你的生源的接近过眼离 而改变你的速度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就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间观念 后面的同学 要打课睡了 不要睡了 起来 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 时间的观念是什么 我说 所谓的同时 同时性马上受到考验 为什么受到考验 你现在看着 我们说 在车厢里面的观察者 OK 它在里面观察 这个光啊 这个光啊 发出光波来的时候 这个光是同时到达车的前面 车前跟车尾 如果你这个车厢 不管车子有没有在动 车子里面的观察者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 光线从中间发射出来到车头车尾 它是同时到达的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吧 好 同样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 光线一 一发射完了以后 你再看一遍 是 先到达车尾 再到达车头吧 对车厢外面的观察者来讲 有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要问一件事情 在车厢的里面说 我看到光从到达车头跟车尾的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同时到达车头跟车尾 但是车厢外的人一定告诉你 你讲错了 因为我看到光是先到达车尾再到达车头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很简单的 这个动画已经告诉你们了 对不对 诶 换句话说 同时性 时间 这个时间 我们在加利列转换里面 它并没有 不同 它不应 因为坐标系统不同 它的时间 βT 这两个坐标系统是一样的 但是 一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把第二个假设放进去 光线不因为 参考坐标系统的不同 它的速度改变以后 你马上第一件事情 面临挑战的就是 时间的概念 已经不是加利列转换 同时性已经不是了 所以 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 时 空 空间 跟时间的大改革 第一件事情就是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同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看到的 在 A坐标系统里面 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 在B坐标系统里面 不再是同时发生了 这件事情 你可以接受吗 嗯 没有高升的数学 完全是一个动画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观察者在车厢里面 同时到达车头跟车尾 但是 在车厢外的人 ok 在古典力学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同时 也是同时到达车头跟车尾 但是在相对论里面 你会看到的是 到达车头 跟到达车尾的时间 已经不一样了 ok 完全不同的时间 所以时间的同时性 不是绝对 而是依观察的参考桌标系统而定 这是相对论里面 你第一个 你已经知道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如果用一个示意图来看 这是时间跟空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有一个光线 那他从V点发射出来 随着时间 这边越来越长的时候 那X的位置 他就是越来越 这个 X等于CT 那原来的位置是XB 所以X等于XB加CT 所以他往前发射 往后发射呢 就是XB-CT 我们在这个叫做世界线 OK 这个叫世界线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你把这个世界线 你看到的是 在世界线里面 你把一个T的时间 把它画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哦 在同一个时刻的时候 我可以在世界线里面 看到 他是 T1 这边为什么看不到 哦 有 OK 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A点跟C点 那 这个坐标系统是禁止的 我在A点到C点 A点跟C点 他是同时 因为他的时间对应的 都是同一个时刻 但是呢 假设 我这个坐标系统呢 是 以X-VT的速度 在运动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他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B 所发射出来的信号 他到达A点 跟到达C点 的时刻 是不一样的 到达 你在 这个坐标系统里面 到达C'的时刻 是T2 到达A'的时刻 是TY 所以 对这个坐标系统的人 来看待的话 他看到 这两个时间是不同的 所以 以一个 在相对运动的速度 跟一个禁止 对这整个事件是禁止 这个是对这整个事件 是在运动的两个观察者 时间的概念 被颠覆掉 这是第一个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 告诉你的 那 时间的观念 被颠覆掉以后的话 后面的C 就更 更多 精彩的东西 跑出来了 我们现在 我们就要知道了 你在讲时间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 在哪个坐标系统 你看到的时间 因为两 不同的坐标系统 看到的时间 是不同的 这是你必须要掌握住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有两个时间 一个就是 这个事件在发生的时候 我这个观察者 对这个整个事件 他是 没有相对速度 第二种是 这个事件在发生的时候 我的观察者 对这整个事件 是有相对速度的 这两个时间 如果你掌握住 你就不会发生问题 如果你不能掌握住 你以后你就会感觉 怎么会这样 好 那现在你就看着了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看到的 在这里 在这里里面 这个观察者 他在车厢里面 所以 所以 OPLANG 这个观察者 相对于 我拿个镜子 然后 用个雷射笔 把雷射笔 投射到 顶端的镜子 再 这个光线 再投射回来 到我手上 我马表一按 我就可以知道说 从 这个 我OPLANG 的手上 到第一个镜子 再回来 他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子的时间 因为 我 跟这样的事件 两件 并没有相对速度 所以我们叫 POPER TIME OK 另外一种是 车厢外面的观察者 来看这个 O这个PLANG 这样的事件 我们叫 IN POPER TIME 因为 它跟它是有相对速度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 POPER TIME 跟IN POPER TIME 你要抓住的就是这件事 你要抓好 好 那POPER TIME 是什么 POPER TIME 就是T D除以C 的两倍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全部 都以一倍时间 来看好了 那ΔTPLANG 就是我们所谓的POPER TIME 那IN POPER TIME 就是ΔT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说 对车厢内的观察者 来讲 它虽然是这样子射上去 光线再射回来 但是车厢外的观察者 看到的是什么 车子在动啊 光线到静止的时候 其实车子已经移到这一点的位置 OK 再射回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到这里了 所以实际上光线走的速度是什么 光线走的路径是这样子过去 再这样子过了 那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那你看到了光线的速度乘上 外面的观察者看到它从这一点到静止的时间是ΔT 然后呢 到底车子走了多远 车子跟我外面的观察者的相对速度是V 所以它走的速度 距离就是V乘上ΔT 那这一段呢 这一段是车厢里面的人非常清楚的看到了 它D是等于C存上ΔT 这只是B式定理而已 没有任何高升的学位 那你看到了 CΔT平方 等于VΔT C括号的平方加上D平方 没有人会对这个方程式有问题吧 那D平方就等于CΔT 对不对 你把它移向一下 你就看到了一件事情 ΔT 是等于ΔT 括号的E-V3C 括号平方的K更好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在车厢里面的观察者所看到的 好 设上去再设回来5秒钟 车厢外的观察者 看到的是几秒 比5秒长还是比5秒短 啊 长 你看到了ΔT 一定比ΔT 来的长 所以 我们说 这个叫做Time Deletion 静止的观察者 所看到的 这个时间差 跟相对运动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时间差 他已经看到了移动相对他观察的人 他的时间已经有一个Deletion了 他Deletion到哪 多少 到了 1-V除以C 括号的平方的 开2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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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工具的 对不对 这里面已经告诉你 我自己测量我自己的脉搏 跟另外一个人 他相对于我在运动 来测量我的脉搏 20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也是10分之1 2分之2 3分之1 那你過一天跟另外一個相對於你運動的人 來測量你的一天是不一樣的 你們都可以接受 地上天上一日 地上千年 你們都可以接受 不行 你的手錶是靜止的 所以你要看你真相對於它是靜止的 所以這個是PPORT TIME 所以我一直告訴你 要相對於它是靜止還是運動 OK 那 好 有一點點比較正常 如果你們都不會討論的話 那表示你們這個還在跟周公打交道 對 有醒過來一下嗎 覺得它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就有人問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是學科學的 我們就要去證明 OK 那實驗上面 真的去看 這是實驗喔 在TIME DELATION上面 真的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DELATION的情況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 所以這個PPORT TIME跟PPORT TIME的這兩件事情的部分的話 那 記住的一件事喔 我現在還是要來告訴你就是 第一個 你看到了 這是靜止的喔 對車廂內的人 靜止的這個部分叫做PPORT TIME 移動 相對於它在移動的觀察者叫PPORT TIME 好 這是兩個要抓住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宇宙射線裡面 那宇宙射線有一些MUOM 那這些MUOM呢 基本上面 它是 它會DECAY 也就是說 MUOM呢 它會DECAY DECAY的情況之下 它就不應該 所謂DECAY的部分就是 好 隨著時間 T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MUOM 它隨它的PARTICLE數目 那你會發現這個MUOM隨著PARTICLE的數目 它會Exponential DECAY下來 那這個Exponential DECAY下來 我記得 OK 這邊有一張圖 那這個DECAY下來的話呢 你MUOM DECAY下來 它靜止的時候是這樣子 DECAY下來 我們常常把 它從原始的N0 DECAY一半 一半的MUOM跑不掉的 這個時刻 所對應的這個時刻 叫做半衰起 好 叫做半衰起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對於MUOM來講的話 它的半衰起 它的半衰起呢 它的POPER TIME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這個時間 OK 那MUOM如果在運動的話 它如果以V 等於0.999 4C在運動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去測量MUOM MUOM都不動 那你去測量它 這就是它的半衰起 你現在看到MUOM在動了 它相對於我們是在運動的話 那你去測量它的半衰起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半衰起已經延長了 OK 那延長多少 就跟它的運動速度有關係 那延長的這個值的大小 會讓這個MUOM啊 原來你看到它半衰起是很短的 所以你會看到在外太空裡面 產生的MUOM 它根本到不到我們地面上面啊 因為它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已經DECAY掉 所以它根本在地面上你測不到MUOM 但是我們卻在地面上面可以測量到MUOM 這 這在華盛頓山脈的地方 這座山裡面 那我們把這個山腳下的Detector 我們測到了MUOM 那如果我真的去把這個MUOM呢 能不能到達三角下這件事情 我把這座山它是6265尺的高度的部分 我們去測量 這個MUOM啊 能夠到達三角下 那實際上 它的POPER TIME跟IN POPER TIME之間 會差距到多少 差距到6.4倍 0.11 0.11 反過來 對 0.7 差不多10倍啦 就是POPER TIME會比IN POPER TIME大了 大概差不多10倍 也就是IN POPER TIME OK IN POPER TIME是多少 IN POPER TIME是6.4乘以10的-6 POPER TIME只有0.7乘以10的-6 這個就是這邊顯示 這差不多0.7乘以 Microsecond 這個呢 大概是6.4乘以10的-6的Microsecond 所以 對MUOM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地球上去測量MUOM的生命期啊 這如果 Microsecond Microsecond 如果我們把它拿掉的時候 在這個 這個什麼 MUOM自己本身 他可能只有 認為他只有0.7 Microsecond 他就死掉了 但是地球上的人認為 他有6.4的Microsecond 他才死掉 OK 所以 換句話說 這個部分實際上 在非常多的一個TEST裡面 確實是真的看到了這個三角下的MUOM的部分 是存在的 那這樣的觀念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也就是說 TIME DELATION這件事情啊 不是一個公式 也不是一個避世定理的公式 就非常清楚了 完全是什麼 安因斯坦的第二個假設 然後 就出來了 這樣能夠理解嗎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所以TIME DELATION 不是說說而已 是真的被實驗證實 是真的被實驗證實 安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 不是空穴來風的 OK 嗯 那天有同學很豪邁的告訴我 老師我要打破 安因斯坦的相對論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TIME DELATION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請舉手 三角跟三頂怎樣 如果Muron本身 只有0.7個microsecond的時候 他根本不會到山底下 因為他在很高的地方 他就這樣 對 他要很長的時間 他才會到達三角 Muron 不是那個東西 就講Muron Muron 就是有測到一個 對 而且很大量的被測到 不是一顆兩顆而已 有沒有問題 對 你一定要接近光束的情況之下 因為 這整個關係就是 E- E- C 分子V 的平方 就是這個 Factor 我們平常把這個叫 Gamma 就是这个Gamma这个FET 所以POPER TIME跟IN POPER TIME之间 就是Gamma这个FET 所以FET如果V 你的相对应动很小 你记忆像就几乎零了 所以你看不出 DETA T跟DETA TPLAN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会说 你在日常生活看不到 POPER TIME跟IN POPER TIME有什么不同 TIME DELATION有什么不会发生 因为你的速度都太小了 当你的速度很大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到DETA T跟DETA TPLAN的不同 OK 还有没有问题 光的DETA TPLAN已经不是 深速的DETA TPLAN已经会改变了 关系式会改变了 要摆箱就会放进去 对 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都懂了吗 还是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才十分钟就被我带走了 好 你都懂了 不懂的话我马上要给你LENSE CONCENTRATION 又五分钟又会被我带走了 Time DELATION都有 有问题的请举手 有问题的请举手 不要告诉我 怎么会这样 有人的脸就是这样子 医护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爱因斯坦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他的第二个假设 他要光特别 所以第二个假设 就是他一直面临说为什么是正确疑火的 很多人一直在挑战他 第二个假设 希望他是错的 所以你错了以后 你就后面的东西就是都是你胡说八道 但是越挑战就 去越证明 就越证明他是对的 所以全部的东西 这个已经掌握住了 就是那两个假设出来 尤其是第二个假设 没有第二个假设就不会有这些 速度怎样 速度可以用光来当做常数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好问题 也就是说你这样搞了半天 还会有绝对坐标系统跑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好问题 等一下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 宇宙本身是定值 什么什么 宇宙各点的时间都不一样 OK 好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回归到这里 爱因斯坦的两大假设 你们如果注意看的时候 它全部都是在惯性参考坐标系统里面 所以惯性参考坐标系统就是两个相对 这个参考坐标系统是在相对运动的 这相对运动是符合牛顿定理的惯性坐标参考系统 一直以等速度运动过着这个两个是禁止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转动 在狭义相对里面没有考量它有加速度的问题 OK 所以爱因斯坦他在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以后 他发现他考量的只有惯性坐标系统 他要把加速度坐标系统一起考量进去 就变成广义相对论 那广义相对论就讲到了加速度坐标系统 跟重力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说宇宙在转动等等 那其实已经到这个广义坐标系统里面探讨 所以我们刚刚在探讨的东西 基本上面都是以 以这个 这个车子是往前动 它没有加速度的情况之下再往前动 没问题了 那你现在有time dilation对不对 那time dilation的部分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刚刚讲的 这个mewon 因为他本身在他自己 他自己手上戴了一个手表的话 他知道他自己 0.71个microsecond 他就死掉了 因为他是半摔起0.71个microsecond 但是别人测他是6.4个microsecond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看到是 他走了这么远的距离 6.4个microsecond 但是他本身 他觉得 他自己 他虽然从三顶到达了三角 他自己时时他认为自己 因为他的表 他自己的表 测到了只有0.71个microsecond 那他说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地球上的人知道 他在速度是0.992C的话 他代表这个mewon跑了多远 0.71乘0.992C 踩240米而已 但是对地球上的人来讲 这座山 这个mewon从三角 山头到三角 是已经1907米了 那反过来观点是什么 反过来的观点就是说 对mewon来说 他走的距离240米 在地球上的人 测起来是1907米 所以对地球上的人 来看待的是什么 mewon本身 我们这一个系统 他这座山啊 对我们地球来讲 它是静止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测量到的这个距离 如果在第一个 相对于他在运动的人 来观察者 来测量这个山的话 他的山会这个dance 这个长度会concentration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长度的说说 是相对于这个长度本身 运动的观察者 来测量这个长度 他说说了多少 他说说了这么多的foot 也就是L 是等于L0乘以gamma L0是禁止参考坐标系统里面 所测量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啊 对Mewon来说 他一个跟斗就翻过了什么 翻过了1000多米 但是他自己认为说 我这个跟斗只不过翻了240米 这样了解吗 所以Length of concentration的观点 其实跟Time duration 是一体的两面 这是Einstein的两个 在狭义相对论里面 他得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如果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 一个相对参考坐标系统 是禁止的尺 他如果去测量这两个 那一测就是L0 那这个尺呢 在特定的时刻 同时测量尺的前后两端 为什么要讲同时测量前后尺的两端呢 如果这个尺放在液台上 那我们说我们去测量它 这个尺的长度是L0 那没什么大了不起 你就去测一下嘛 但是你现在这个火车啊 OK 你要相对于这个尺 以V的速度在运动的话 那你要同时测量这个尺 你就必须要放什么 一连串的钟在这边 全部的钟通通较准了 好 啪 这个火车要够长 OK 然后呢 同时同一个时间呢 把车头跟车尾的钟 把它测量出来 那我们再去缓过来 比较照片上的空间坐标词 那就是L 它其实有一个测量上面的一个差异度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依照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不是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哦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是会骗人的 看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 对观察者而言 这是镜子的 我看到一个立体的东西 这一面 侧面是它这样子 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我现在这个东西在动啊 在动的话呢 Y方向是不会相对于这个运动速度垂直的方向 是不会缩缩的 那相对于这个运动方向 是会Lens Concentration的 所以这边已经缩缩了 缩缩到哪里 缩缩了 γ倍 就是E减 V平方除以C平方开更好 那你现在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对观察者而言的话 好 你看到了左边跟右边 本来BD这两点的关系啊 到你的这个眼睛来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说 它进到你的眼睛来 然后跟这一点进到你的眼睛来 你会发现 这三点进来的光线啊 同时到达你的眼睛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 这三点的光线是不一样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点的光线到达你的眼睛的时候 你看到了 感觉 这个东西不是正方形 而是一个什么 而是旋转的一个吸他脚 这吸他脚 转动的角度 刚好是跟你的运动速度 除以C的Oxide的关系 所以 我们就会发现说 好 一个立体的 你 0.8C在运动的时候 那所有的立体的东西 全部通通是什么 通变掉 OK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接着要去探讨 我们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加力列转换 现在被爱因斯坦一搞以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 同样的加力列转换 一样的一个particle它运动 那它从O跟O plant点运动到 往前运动 那A 那我们把它画出一个圈圈来 那这个圈圈呢 就是我们的S轴 Y轴 OK A点就是SY 这是禁止坐标系统看到的结果 这没问题吧 好 那你现在呢 R如果有G轴的话 那 这个所有的R的大小就是根号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就等于 C乘上T 如果这个particle是以 C的速度在运动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关系是是 没问题的 好 现在哦 我这个particle 以C的速度运动 我的坐标系统 是以V的速度在运动 在T以后的时间 那我看到了 这个A点啊 对我这个新的O plant的坐标系统来讲 相对于O plant这个坐标系统来讲的话 它测量A点的话 它测到的值是多少 它测到的值是 S plant Y plant OK 那S plant跟Y plant是多少 那 我知道它距离O Plant的点 是S plant平方加Y plant平方加Z plant平方 那它是等于C乘以 ΔT plant 这没问题 它这两个差异在哪个地方 差异的点 你把C 两个都是C哦 OK 我把它移向一下 把它平方 这都是平方 然后移向 那你就 这两个就 这两个是很等式的 OK 那这两个很等式呢 给了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现在要寻找的 就是要寻找 一组解 什么解 这组解呢 所对应的关系 跟我们当时 在写加利列转换的时候 是相类似的 就是这个 原来这两个座标系统 就是这样子的转换关系 Z plant等于C 那现在呢 你要解这个方程式了 这方程式跟它唯一最大的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 在这两个座标系统里面的T跟T plant是不同的了 换句话说 在加利列转换里面 T跟T plant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 在狭一相对论里面 在狭一相对论里面 已经告诉你 不是的 所以 希望的是 如果速度V很小的时候 我找这样子出来的结果 它应该能够 Appostumation 变成是加利列转换的结果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是物理最希望有的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加利列转换是要这样子 你现在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不知道它的解是怎样 那我就说 我把它假设 这个跟它是蛮接近的 我这边乘上一个阿化 然后这个呢 我不知道是多少 那我用一个ETA来表示 然后Y Z都是垂直 这个运动速度了就不变 然后T跟T plant是已经改变了 那我就把 T跟T plant跟X的关系 把它放进去 好 那你把它带进去 整个就带进去了 带进去以后的话 你就解 解出来 我们看到了 阿化是等于Lambda ETA是等于负V阿化 那就是 这个负V的阿化 放进来 那 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你把它解一下 那我们就看到了 结果是这个 这结果啊 睡觉的同学 要醒过来 这个结果呢 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S plant啊 原来本来是 S-VT啊 这是加利列转化 现在呢 你把它Modify以后 S plant 是等于S-VT 底下 是除以伽马 OK Y跟Y plant 没有变 Z呢 Plant等于Z 时间呢 也改变了 改变什么 改变了 一个复杂的关系 它是跟位置有关 那 它呢 是T减 一个位置 相关的物理量 给出来了 C平方分子VX 然后底下除上干嘛 那它有什么 我们看到速度 趋近于0的时候 那实际上这个像 是趋近于0 也就是干嘛 就趋近于1了 所以 当干嘛 趋近于1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就 过来了 当速度V 趋近于0的时候 那一样的啊 这边也一样 当速度V 趋近于0的时候 这也差不多了 T'就等于T V7近于0 这一项就 T等于T'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转换 我们叫它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那为什么叫Lawrence Transformation Lawrence 在刚刚我们的角色里面 它是什么 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它是在当时 我们在讲Maximoli实验的时候 好 我们说在讨论Maximoli实验的时候呢 你就在讲它的光层差 这两个的光层差 OK 这两个光层差 这两个光层差 L2跟L1 它刚好就是差了一个γ值 你这是 负1 这个是负2分之1次方 所以它就差了一个 γ的factor 所以呢 Lawrence就讲了一句话 他看到了某些东西 他说啊 如果一个静止的尺 它的长度是L0 那当观察者以V的速度 沿着长度的方向运动的话 那它的长度L呢 就会L是等于L0 跟Haw1-V平方 所以是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Lawrence 所以Lawrence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在历史上就留名了 如果他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的话 那他在Einstein的相对论里面 其实他就没有地位可言 但是他在Einstein没有推导相对论的时候 他的整个Constration已经意测 它的长度在一个移动坐标系统是跟这个坐标系统差别就有了 那这里面整个Constration 整个Transformation呢 我们就叫做Lawrence Transformation 这是我们这两个Transformation的部分 从加利列转换到Lawrence的部分 从这个到这个 那他们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差异的点 就是把Einstein的相对论 那个速度C啊 是等于Constant引进来了 我们下来就能够看到了 到这个下来就能够看到了 那么我们下来就能够看到了 那中间的转换到 我们下来就能够看到了 感谢观看